副理箱农会圈养的网红大猩猩 大拇指被热情游客的大屁屁给做坏了 农会已经紧急的提出公告 先暂时坐在板凳上 总干事张树华表示 原本设计就是要给游客坐下来拍照 不过可能使用的人数过多 大猩猩的手指是负荷不了了 目前已经被做歪 是单因游客会受伤 所以目前先以手指前的板凳为主 游客还是可以和大猩猩来合照的 副理箱农会圈养的网红大猩猩 大拇指被热情的游客大屁屁给做坏了 农会已经紧急提出公告 先暂时坐在板凳上 总干事张树华表示 原本设计就是要给游客坐下来拍照 不过可能使用人数庞大 大猩猩的手指负荷不了 目前已经被做歪 是担忧游客受伤 所以目前先以手指前面的板凳为主 游客还是可以跟大猩猩拍照 希望游客来就是坐在板凳上 那个手指头就不要去坐了 因为基本上那个手指头 我们当初的设计就是要给人家坐的 所以我们有做相关的那个加固的那个措施 但是没有想到他那么受欢迎 一天可能上千个人来坐 哦 我了解 根本承受不了光过年这样子 一天可能几千个人来坐根本没办法 副理箱农会也呼吁 目前228连续假期也快要到了 希望游客来到副理农会这里参观的时候 有很多的稻草艺术不能用手触摸 因为有些动物已经遭破坏了 希望游客们能够不要用手触摸 我们这里要呼吁所有的游客 我们这个场地是一个户外的空间 也没有设任何的那个设任何的柵栏什么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游客能够自己要 自己要捷径自己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旅游 布里第二届稻草艺术季2月2号起到4月30号开展 今年十大社区参与挑战 2到6米高巨型稻草的动物编织 总共创造了20多座的稻草动物丧利 看为观止是布里农会罗山展兽中心旁边花海区在天看同 是为了国际首选景点 受伤的这座超航巨型动物叫做新兴相应 是今年策展的亮点之一 记者高双双不影响赛访博物童